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稳定作用就会导致我们颈椎往前进行弯曲 比如说我们经常遇到的颈椎生理幅度变直 或者就是颈椎的一些反弓 这些都是颈椎病发生的一些前兆 甚至有可以叫做局兆性的颈形的颈椎病 它这个如果再往下发展 那颈椎肩盘就会出现蜕变 出现老化 它就会出现肩盘的突出 骨腥的增生 黄仁丹的肥后 压迫我们的脊髓 神经 血管 这个时候就形成了我们的颈椎病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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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